給他 請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rcus 然後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CourseCover跟大家分享 PlayRide這套OpenSource的測試框架 那最近剛好在測試 測試的一些框架 一些相關議題 那我自己研究後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想說透過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Survey的一些心得 跟自己一些研究有趣的一些議題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說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 好 那這是今天一個Agenda的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會跟大家分享是說 題目有提到End-to-End Test 我會簡單跟大家提到說 什麼是End-to-End的一個測試 然後他大概有哪些重點 然後他跟一些常用的 UI測試 單元測試這個差異會是什麼 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的話 我會提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PlayRide的部分 那PlayRide它到底是什麼 它為什麼在這兩年 這麼熱門 這麼火紅 這麼多人開始去使用 那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特性 以及是對於開發的人來說 它的優缺點分別是什麼 那第三部分的話 就是指說 剛剛提到很多一些好玩的特性 或是一些優缺點 那接下來我會有帶一些demo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第三部分就是 take away就是做一些 今天的一個session的一些總結 好 那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我是Marcus 然後目前在頂橫數位科技 擔任總結一個職務 那過去來說 主要是在做開發後段的工程式 然後自己比較喜歡上一些 技術上關課程 然後這幾年開始在研討 會分享一些所學的一些知識 然後左邊是我的技術blog 那目前 就是有寫兩三百篇文章 然後瀏覽率大概一百多萬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看我過去一些研究心得 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最近有嘗試在把一些 學習的東西 然後會看到一些有趣的技術議題 把它放在一個Facebook的粉絲團 然後每天大概分享一兩篇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 今天的第一個主題 End to End Test 那它到底是什麼 它可以吃嗎 那其實我去看一下 Wiki它的End to End Test 它的解釋大概是這樣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 測試的流程跟方法 那第二個就是 它的重點是 它去模擬整個真實的情境 跟場景 第三個是 它去驗證整個數據的一個完整性 那其實看完之後 我的心得是 欸 它到底在 呃 有錄影嗎 有 好算 對 就是說欸 我還是看不懂 它到底在講什麼 公殺小之類的 對 那可能我自己看完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它上面的東西實在是太抽象了 那到底寫的到底文言文怎麼樣 我都不太理解 所以我在過去來說 聽過很多不同的測試名詞 名詞就會有點混淆 像是單元測試 End to End測試 整合測試 UI測試 那這幾個到底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又再下一張圖 會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這幾個的差異是什麼 那 這是一個經典的測試金三角的圖 那裡面說明了 最下面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就是單元測試的部分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是整合測試 再來到End to A測試 再到UI的測試 那其實這整個核心測試的觀念 都是去透過預期的結果 跟真實的結果去做比對 那假設預期結果跟真實結果 不一樣的時候就會Fail 那這時候假設Fail的時候 可能就要再去請RD或是工程師 再去看一下哪邊出了問題 要去做修整 因為跟我們預期的東西不一樣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以單元測試為例 紅色的部分 假設我今天是開發工程師 我是工程師 我再去開發單元測試 那單元測試的整個顆粒度來說 是最小的 舉例來說 紅色的部分對義到旁邊 我可能選完code之後 我要測試的就是紅色的這個scope 所以它的手背方圍是最小的 那以整合測試來說的話 它就是會測試相關的一些 Library或者是Service 或者是一些服務 對 那舉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是 看不出什麼顏色 就是這整個範圍的部分 就是 假設我是後端API的工程師 我在寫code的時候 我就要去多去測試前端 去接我的API的那個endpoint 到底有沒有達到 不然的話寫出來就是寫爽了 然後大家都打不到這樣子 也不會是一個好的結果 那再往上提就是end to end test 那前面有提到end to end test 主要是再去模擬真實用戶 從頭到尾的樣子 那從相關的服務或者DB 都要考慮到 所以 以旁邊黃色的這一塊來說好了 其實假設我是後端工程師 我開了發一個API的時候 我要測試的東西 有包含哪一些 有包含前面的 有包含前面的API 包含前面的前端 他打不打得到後端的API 另外還有的就是 假設我今天這個API 他要去做存取DB的動作的時候 他可能要再去看後邊的DB 有沒有內容是不是正確的 或者是說 我今天寫完了DB 然後我寫了LOG 我還要再去看 這個LOG是不是有的 這四個東西 合成的整個內容 就會是end to end 測試的一個重點 也就是剛才提到的 從這個東西相關的服務跟DB 都要考慮到 這個整個測試才是OK的 那最上面的 這個就是UI TEST 那UI TEST 他其實測試是 範圍是最廣的 然後測試內容 也是比較相對完整的 那另外我在右邊 有列出三個部分 第一個 scope time跟closter 也就是說 其實這四個程式 這四個測試的過程中 你要各有好換 你要如何衡量去 如何使用的話 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的第一個 他的手背範圍不一樣 也就是說 假設你的時間 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你要測哪一個比較好 舉例來說 你時間有限的話 你不太可能去做Unitest 因為他的時間會花最長 或者是說 你花了最長的時間 然後你投入這些成本 然後最後可能 API還是口錯 對於老闆來說 你在做什麼事情 對 就比較不好了 不好意思 就是有些壞習慣 好 那 這是 這是整個測試的部分 那剛剛我前面有提到的 整個測試的金三角 還有常用的一些單元 一些測試的內容 那 接下來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End to End Test 他的挑戰是什麼 那首先我自己覺得 他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整個瀏覽器的部分 那大家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習慣不同 去喜歡 去使用自己所喜歡的一個瀏覽器 那在2019年的時候 其實有個報告 有去整理說 大概 大家所習慣使用的瀏覽器 有哪一些 舉例來說 好了 像大家最常使用的是 Chrome的部分有63% 接下來就是Safari 在FiveOS 最後的IE就是已經在 拜拜了 6月15號已經拜拜了 這個是瀏覽器的部分 那我們討論完瀏覽器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下一個要關心的是什麼 跟測試有關的 就是 要去關心整個螢幕解析度的部分 那 越來越多人去使用不同的Device 舉例來說 有Web 有平板 然後還有手機 這些不同的Device 去瀏覽網頁 那大家的螢幕尺寸跟解析度不同 那在開發的網頁 如何去在不同的螢幕 正常的部分呈現 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這邊簡單 summer了一下 N2N測試 會遇到一些挑戰 第一個部分 瀏覽器的支持 就前面有提到 那瀏覽器的種類不同 Device不同 你要怎麼樣去做個最好的支援 對 因為不太可能說 你開發完一個產品 它只支援平板 然後其他兩個不支援 你就會被老闆電報 對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學習的曲線 簡單來說你去寫 N2N測試的時候 你就要去看這個工具好不好學 好不好用 對於團隊來說 這個東西好不好上手 因為其實你在開發的過程中 有個重點就是 你的N2N測試不會只寫一次 你寫完的時候 我的產品功能可能新功能上線 接下來你要去做修改 所以下一步就是 我寫完了 旁邊的同仁可不可以 比較好去學 然後他的學習成本快不快 比較低的話 這樣子對於我們管理者的角度 會更好讓這個團隊去做使用 不然的話 永遠都是那個人維護的話 他走的話被他情緒勒索我就完蛋了 對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我們每次去寫單元測 會去寫N2N測試的時候 我會強調的是一個穩定性 我舉例來說好了 那N2N測試 它是可能要一直再去做持續執行的 我舉例來說 我想要測試一個登錄的動作 我就會希望每一個小時 都要一直去跑登錄的事情 我去確保他整個登錄流程是正常的 也就因此在需要去思考是說 每次的執行的過程 他可以重複執行 但是不會出錯 那你資料要怎麼去準備 我舉例來說好了 我要去 去 好 先跳過我還沒想到 呵呵呵 忽然忘記了 好 第四個就是 你的維護的成本 就剛剛有提到 其實我們的產品 會一直加入新的功能 那 Production加新功能的時候 舉例來說 我現在有個登錄的頁面 我要再去加上一個 一個 一個Token的驗證 那你在加入這個Token的驗證的時候 你的N2N測試 它的影響會是什麼 驗證碼 就是有很多數字 很奇怪的那個 那你這時候 N2N測試就是需要去做修改 那你要 假設 假設Production的Core產品 一改完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測試第一個就會失敗 所以你就要一直去做維護的動作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 剛才像是跟第三個有點像 你要怎麼讓它穩定 然後讓第二個部分 學習曲線同分可以好維護 第四個就是 怎麼樣讓它一直去做持續的執行 然後可以很快的修改 這樣可以fit到 不然的話 其實你只是讓RD跟QA在互相傷害而已 對 所以這是整個的 我覺得 N2N測試會遇到的挑戰 那上面其實介紹完整個 N2N的Test是什麼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重點 PlayerLine 它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PlayerLine它是一套 現代化可靠的 N2N的測試工具 那它是由微軟所open source的 呃 我沒記錯它第一個版本 是在2019年底的時候 微軟所release出來了 那在這幾年微軟一直去open 呃 一直去開 開運很多不同的一個框架 那它甚至去加入了 CNCFF這個基金會 讓很多的一些open source的東西 讓他們去做 大家去做使用 那 回到主題 PlayerLine它其實經過兩年的時間 它越來越火紅 那它第一個 呃 越來越火紅了 那它支援了整個 市面上 常見的一些瀏覽器的種類 那為什麼它很火紅呢 那我這邊有找到一份資料 就是這個 這個它是一個網站 叫做BestOfJS的網站 它有針對不同的測試框架 去做個評比 那你會思考 它評比的依據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它評比的依據 就是根據GitHub上的行星數 那越多的話代表 其實越多人使用 那PlayerLine在2021年 也就是去年的時候 它拿下了整個 前端測試框架的冠軍 得到11.9K的核心 那第二名是Storybook 它是10.9K左右 那其實從這可以證明 它在 我記得在2022年的時候 其實它的已經是前三名了 所以代表其實這兩年 它的進步是相當快的 也可以證明的是說 其實PlayerLine 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歡 跟愛戴的 那也可能是一個 之後測試框架 一個明日之星的部分 那前面講了一些 簡單的PlayerLine介紹 我想要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要特別去選 PlayerLine 它到底它的特性 或者是優點 有哪一些 那 因為我之前研究了一陣子 然後在公司內部去推廣 所以我自己有整理覺得 PlayerLine一些六個好用的特性 那這個六個特性分別是 第一個 它是跨瀏覽器的 那像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其實我覺得 Entry測試第一個最大挑戰 其實是整個跨瀏覽器的部分 那PlayerLine它支援整個 現代化的瀏覽器 所有的東西它幾乎都支援了 那它還支援幾個 重要的瀏覽器的渲染引擎 然後有哪一些 我等一下會分別介紹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是跨城市語言的 那跨城市語言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其實你在不同的城市語言 都可以透過PlayerLine的API 去做開發的動作 所以你就不會特別局限一個城市語言 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還蠻方便的東西 對 那第三個 AutoWay跟AutoRetry呢 那 這個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覺得等一下會透過一些Demo 一些例子 會跟大家說明 我覺得大家會比較好去了解 那第四個就是BrowserContent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指說 過去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開不同的瀏覽器 的TAB 然後開不同瀏覽器TAB的時候 會做不同的 不同的切換 那在切換的過程中 在過去來說 可能它會有些依賴 可能沒辦法互相的 都會有些依賴 有些Cookie會是共用的 可是在 PlayerLine的話 它的東西在切換的時候 它的東西是各自獨立的 它是互相隔離的 這個對於測試來說 是一個蠻方便的 不好意思 那第五個的話就是Trace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測試的過程中 不可能每次都會成功 所以假設測試失敗的時候 你要怎麼看那個Log的內容 跟整個Snameshot的部分 不好意思 好 那第六個的部分就是 它其實有一些很好用的一些工具 那舉例來說 好了 你可以透過一些代碼生成器 去產生相對的程式碼 那這個部分 我也會做一些demo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再做 根據這個六個重要的特性 做一些簡單的說明 剛開始提到的 跨瀏覽器這個部分 那其實Playeride它支援所有 現代化的瀏覽器 LAN等渲染引擎 那其實 一般來說 最重要的三個 渲染引擎的話 有剛才提到上面 列出來的這三個 第一個是Chrome的 第二個是WebKey 第三個的話是Firefast 那這三個引擎 分別有哪些瀏覽器支援呢 也就是上面第五個的部分 就是有 有Chrome 有Edge有Firefast有Opro跟Safari的部分 所以假設它都支援這些瀏覽器引擎的話 你要做頁面去做一些兼容性相關的測試的話 Playeride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你瀏覽器支援越多 代表你只要寫一套call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瀏覽器做支援 你就不用一直切換欄切換去的 也不用會造成RD之間的互相傷害 對 那下一個就是跨程式語言 那在Playeride它支援了很多不同的常用的程式語言的API 舉例來說 第一個 目前這一頁它是用JavaScript的API 它可以提供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Python 這是Python的寫法 第三個的話就是Java 第四個是Dane 然後這個 我等一下會用Dane來去做Demo 第五個的話TypeScript 那跨程式語言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假設你的團隊 如果會語言的種類比較多的話 我舉例來說 之前我們的團隊都是以Dane為主 但是有一兩個QA 它是熟悉Python 它是熟悉Java 或是熟悉TypeScript的話 那我們就會透過這個不同的人 去寫他自己熟悉的部分 那你開發的速度就不會一直依賴在我身上 對 我就不會是那個拔頭內 所以我覺得跨程式語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對於團隊管理來說 也是一個好的方向 那下一個我覺得實用的特性是AutoRetri 那在提到AutoRetri之前 我想問一下在場的 有沒有聽過分散式系統妙誤的這個詞 有聽過可以幫我舉手嗎 好 對因為我翻譯的很爛 所以應該沒有人聽過 好 那我簡單說一下 這個其實是在國外的一個學者叫Peter 還有一個公司叫Sun Microsystem所提出來的 其實他主要提到的想要建議跟提醒大家的是說 在做系統架構設計或在去做思考的時候 其實你會提到八個重要的元素 會被大家或是架構師或是開發者 所忽略的或是輕描淡寫的 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 舉例來說要哪八個 第一個網路是可靠的 其實他是不可靠的 他隨時都會斷 第二個就是 我們在網路 服務跟服務的一些傳輸的一個latency是0 其實沒有 他總是會有一些成本存在 第三個 頻寬是無線的 沒有 其實頻寬是看你的海底電腦有多少 對 不會是無線去做使用 第四個就是 我網路是安全的 對就是個屁 對其實沒有這樣 然後五六七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 或許你會好奇 會去思考說 這些東西跟今天的主題 或者是說跟測試有什麼關係 那以我自己來說 我主要想要強調 網路是不可靠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強調這件事情呢 其實這件事情 不管是在開發 或是在測試 或者是跟你的機器在雲端 或是在地端 你使用了Ager 或是AWS 或是GCP 這件事情一直都會發生 而且是沒辦法避免的 像前陣子 Ager跟AWS 就是發生大爆炸 網路就是一直壞掉 那你在測試也會遇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如何去做Auto Retry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考量的點 所以 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使用的雲端服務 發生異常 然後 或者是他在maintain的時候 就會fail掉 你的測試案例就會fail 那 呃 尤其 我發現這幾年 這幾年接觸雲端的一些 一些 服務比較多 我就發現像是GCP AWS Ager 他們只要在維修的時候 其實不會主動跟你們講 他只會說 喔我我我我 他不會講 對 他只會公告說 喔我們要維修了 但是不會發信給你 所以你會知道 什麼時候會知道 就是老闆罵你的時候 哈哈哈哈 因為一般的程式 不一定會寫 鋁拆這件事情 所以相對在測試來說 你也不會寫鋁拆 所以假設Prayer有鋁拆的話 對我來說 我就少了幾次被罵的機會 對 不然QA會說 欸 SRE為什麼把網路弄壞了 其實不是他們弄壞 對 所以我想要搶到這件事情 所以有鋁拆機制的話 其實會省下你一些很多的功夫 而且避免RD之間的 和氣的部分 對 那接下來我想要提到一個AutoWay 那AutoWay 它到底好處跟帶來的效益是什麼 那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假設我們有個登錄的頁面好了 這最單純 它有輸入帳號 輸入密碼 然後還有一個Login 按下去做登錄了 那 好 下一個 那我們這邊程式會有個檢查 就是說 我今天輸入帳號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是 它是個Email 所以我程式邏輯 可能會透過這個Email 去做 不管前段後段 去做一個Vedator動作 這時候它的Button 就會去把它Block起來 或是讓人家不去按 這時候就會是Loading 那這個設計在 對自動化測試來說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欸 就是會爆炸就對了 舉例來說好了 在沒有AutoWare的情況下 測試案例在執行這種測試的過程中 是很容易失敗的 因為 它去按下 它輸入帳號的密碼 馬上就去按下Button 它不會去做等待 所以這時候你的測試 會一直Fail 這是合情合理的 那過去來說 怎麼去解決問題 就是有人會在它的 這個程式的Task 或是水位來說 去讓它等個幾秒鐘 幾百毫秒 對 那這個執行的 這個N是多少 這個等多久 就需要團隊去做討論 太長的話會影響到 程式的一個performance 執行時間 太短的話就影響到 來不及就 來不及做 然後就失敗了 而且這要去看 每個測試環境的不同 來去決定等待的時間 舉例來講 A環境要1秒 但是到B環境就爆炸了 B環境機器比較爛 就需要2秒 所以自動等待來說 其實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功能的部分 欸 不好意思 之前這件事情困擾何久 那Playerline Playerline它內建AutoWave的功能 可以讓大家忽略這件事情 讓大家可以更專注的 在寫整個重要的邏輯上 這些小事我們就不用去理了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還蠻實用的 因為在過去來說 這個的確是困擾 QA跟RD蠻長一段時間 對 好 那在下一個部分 就是BrowserContents的部分 那簡單來說 我覺得它就是在一個瀏覽器 要去提供 可以提供 互相隔離的執行環境 那舉例來說 我在切換不同應變的時候 它可以去做個 平凡的去做切換 然後讓各自的Content 是不會影響 互相干擾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 好了 剛剛有點像 有點太抽象了 舉個例子 比較好去說明 假設你們的開發的產品 像是開發類似IM 像是LINE的這種軟體的話 你要寫一個 測試Web版的聊天功能 這時候你要去開啟兩個畫面 那這兩個畫面的時候 你要去測試聊天功能 是不是正常的話 你就會去要開啟兩個畫面 這時候你要去開啟兩個Browser 或是兩個Table 看我傳的訊息 可不可以讓其他人去收到 這時候 它各自的訊息 可能要去做各自的登錄 可是過去有些測試軟體 它會變成是說 我要先開一個畫面 然後 要看A有沒有傳到B的時候 B就要把它清掉 B先去做登錄 所以在執行時間上 再去效能的看這個部分 其實是會有落差的 對 我看很多朋友 有些不太有點困厚的眼神 這部分 會不會比較不清楚 可以 如果我覺得不清楚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不清楚 對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它講得很好 對 好 那下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Trace的部分 那為什麼Trace這個部分 其實在實際上 跑測試案例的時候 不管是N2N或是什麼 其實你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 我們的測試不會 永遠都是Happy Pass 都會是成功的 也就是說 當你的案例 執行失敗的時候 你要如何快速定位問題 那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可以知道 哪邊執行失敗了 那這樣對於整個盤查的速度 會比較提高 那開發者可以 更快找到哪邊出錯 那個出錯可能是 你傳遞的HTB Request 或是Body 有問題 造成整個執行失敗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 也就對團隊的效率來說的提升 是很有幫助的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減少 RD跟QA的一個互相傷害 因為RD總是被 QA總是被RD嫌 所以為什麼我的程式出錯 什麼的 但是如果你有明顯的證據 可以打他臉的話 他就不會講話 好 那接下來就是整個測試的一個 Trace的一個GUI 那這個部分 我等一下會Demo Demo 所以說這個我先跳過好了 好 那最後有一些好用的工具 第六個特性 就是有個Codgen的部分 那Codgen簡單來說 他會去錄製測試的步驟 產生程式碼 這個我等一下會Demo 所以我只是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尤其對於比較不熟悉寫code的人來說 你只要去透過一個錄製的動作 然後就會產生相對移的 不管是Java、Python、Dane 或是JavaScript的程式碼 你就可以讓他 跑在某個地方正常的去做執行 好 那他甚至之後還會產一些測試報告 那透過這個測試報告 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 對管理者來說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我舉例來說 好了 這個測試報告我可以去看 這花費最久的時間是在哪裡 那這個問題就是一個潛在的問題 舉例來說你在測試環境 你這個花費最久 那到production 是不是就是一個效能的問題 你可以透過這個角度去思考 然後透過這個角度再去 讓後端開發的人 多做一些努力 讓他們Good luck之類 好 那前面其實我提到很多PlayerLine的功能跟特性 那接下來我想說 透過一些小小的Demo 讓大家了解一下 他好玩的地方有哪一些 等我一下喔 好 有看得到我的Call嗎 好像字有點小 我放大一下 不會我覺得大家都是年輕人 應該看得清楚 我就不再放大 好 好 簡單來說我這個程式就要去Google一個Costcap 然後簡單而這邊的話就是 去把PlayerLine new起來 然後接下來我要去new一個browser 那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在new完這個browser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把整個過程去做紀錄下來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一個特性 就是Trace嘛 我要去看大概每個Asian花了多久 然後每個步驟 然後他的log分別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是比較 大家都看得懂的 我去做這個page之後 我在開個Google的頁面 Google的網址 然後去做 在那個Google的search的地方 去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之後 輸入Costcap 然後接下來按下Enter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就會到這個網頁了 那我們最後的部分 我在把整個的內容 去把它Trace的部分 把它記錄下來 變成一個檔名 我們才可以知道 他大概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部分 我們就直接來執行看一下吧 等一下公司電腦給的比較爛 所以等一下 剛才只有錄影喔 靠北 我覺得還是蠻快的 對 好 大家有看到了嗎 等一下等一下 喔好 忽然又慢起來 好 就是在Google輸入Costcap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按下Costcap 然後導入到這邊 好的 這是個簡單的demo 好 那這個demo完的話 其實我在 我想主要想要看的另外一個是Trace的部分 Trace的話其實你會透過另外一個GY工具 然後在這邊去做選擇 那他剛剛整個的 演示的過程中 他會把整個東西變成一個leap檔 好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 剛剛所有的Asian有哪一些 第一個 我去開一個新的page 新的browser 然後輸入了Costcap 到了Google的網址 接下來去輸入搜尋 然後按下搜尋 然後最後導到Costcap 這整個的網站的首頁 那他這邊會有提到 他在花費的時間 有多久 然後網路 然後整個內容的HTB status是什麼 所以就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假設今天發生一些狀況的時候 QA就可以依據這些證據去打RD的連 對 他就比較不會說話了 那他會說 真的是我的錯對不起之類的 嘿 那他相對的上面也會有一個整個執行的時間 還有一些snesia 這個這個部分 好 那這邊簡單先跳掉 好 那我再看一下整個 好 剛剛有提到Codegen的部分嗎 Codegen的部分很簡單 他就像一個指令 就是PlayerLineCodegen 然後你要的那個網址 舉例來說我們這邊按下去 有看到吧 有 好 請大家等一下 平常沒那麼滿的 好 那我們已經開啟了剛剛那個網頁了 那這邊的部分我就把它切分成兩個Table 對 舉例來說好了 呃 這邊是Google碼 我就按下Louble Click 你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他就會出現那個程式碼 已經出來了 所以假設我今天按下Codecap Code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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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Codecap的時候 這邊的已經程式碼 後面會不會覺得太小 不會 那很 代表你們很年輕 很好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搜尋的時候 然後第一個就是它產生相對的程式碼 那右上角這邊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程式碼內容 舉例來講 我自己熟悉Shop 這邊就是Shop的Code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選擇其他的Java JavaScript PlayerLight Python之類的 所以假設這個內容 剛剛一開始我只導到 Codecap的首頁嘛 對不對 接下來我點完之後 點完之間再去到議程 你這些東西 假設下一個步驟 你的測試情境修改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些程式碼去做複製 複製完了之後 你再把它更新到新的這個裡面 這樣時間不夠我就直接假裝我貼完了 對 之類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demo部分大概是這樣 我先回到整個投影片 謝謝 靠腰壞掉 等一下 它有點down掉 它出現了 有嗎 好 好那 剛剛demo的部分 其實一開始有一個起手式 就是要先去安裝PlayerLight這個工具 那以單內來說的話 它就會去new一個專案 安裝套件 然後再做建置的動作 我這邊可能會講快一點 因為時間已經有點快超過了 那 demo的部分剛剛有提到了 我們去寫了測試 跑了測試 其實我沒有寫 我是透過自動化的方式 產生出相對立的一個部分 程式碼的內容 然後我如何去做debug 如何去做trace的內容 那 大概的demo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進入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take away 今天一些總結的部分 那 今天有提到三個部分 第一個 end to end test 什麼是end to end test 它是一個模擬真實的場景 從頭到尾的樣子的一個測試 第二個 它 在end to end test 它有哪一些挑戰 它第一個挑戰是流氧器的支援部分 第二個就是學習的曲線 第三個就是它的穩定度 第四個就是開發人員維護了這個成本 那 第二part就是play right play right是什麼 它是一套現代化的可靠的end to end的測試工具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它有什麼 六大特性有哪一些 第一個它的特性是 跨語言 誒 跨 跨瀏覽器 跨語言 然後自動retry 然後autoway 接下來還有blowser content 就是做一個不同的隔離 接下來還有trace 還有一個 就是最後它的一個工具其實還蠻強大的 那剛才都有demo到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demo的部分 剛剛有demo這些東西 然後去做個自動化測試的一個腳本的產出 然後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一個產品 對 好 那簡單想想的工商一下 我目前在Mayo科技擔任總監的一個職位 那目前來說我們有應徵一些工程師 那你們就看一下就好 這是公司要求的 所以我就跳過了 好 那今天希望 欸欸欸好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對大家有幫助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Playeride的一個官網 去看一些更好玩的工具 那今天很謝謝Costcoff 還有謝謝在場的大家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等一下休息的時間來找我 那如果害羞的部分的朋友 你可以直接透過一些我的聯繫方式 然後再問我一些相關的問題 那今天的demo或者分享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Marcus 然後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等一下可以私下問一下講師